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邱大維 邱大維就是邱大維的邱大維 接下來我準備要拍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環島的系列 那認知我都知道 其實我大概都會出去環島啦 大概一兩天就會出去一次這樣 那你不知道的話表示 你不是我的朋友 OK 開玩笑 然後我先說一下為什麼我喜歡環島 而且我環島不是開車 而是騎摩托車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會喜歡開車嘛 因為畢竟你開車吹冷氣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自從我之前環島之後 我覺得騎摩托車所看到的視野 跟我們開車所看到的視野 還有它的整個景象 是不一樣的 所以接下來這一系列 會分享 就我自己而言 我在環島的 所有的規劃的行程的部分 還有我們該準備的東西 一直到之後我們環島回來 每一天的紀錄 那當然我們出去會 拍很多好看的影片跟照片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盡期待 那我先預告一下 我的環島的時間是在 今年108年5月的25號 準時出發 然後為期是9天 9天的行程 那中間的行程的話 我之後會替大家介紹 請大家繼續收看 大家通常在 你怎麼啦 你可笑啊 沒關係 好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大家在YouTube上面搜尋環島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很多都是 比如說外國人來台灣 然後環島 那邊環島通常都是介於 比如說汽車 就是他們會爆車啊 或是坐火車等等的 然後又或者是 如果是台灣人的環島的話 他們都會怎麼挑戰 24小時啊 48小時 就是想趕快的把它 繞完一圈 那我覺得 台灣其實是真的很漂亮啦 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的欣賞它的話 所以我這次的目標 還有主題就是 台灣人 通常假期都不多啦 那 通常是介於 最多大概點多 一個禮拜左右啦 所以我大概 環島的行程大概都會介於 七到九天 然後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當然在經費上面的話 一定是 要經濟實惠 划算的 不會花太多錢 不然如果你真的 換一個島要花好幾萬塊的話 那你幹嘛不直接出國呢 然後首先 第一集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談談 就是 我們行前的 準備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你要安排行程啦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 安排行程的方法 第一點是先想想看 你有沒有想要去的景點 比如說你會想要到 台南的安平古堡 找正成功下棋 又或者是你會想要到 台魯閣 去列三柱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景點 先列為你想要去的景點之一 然後你再去安排的行程 然後通常我們在環島的時候 我不建議你們把天數拍得太少 比如說兩天三天 因為你根本就是在騎車而已啊 你根本就沒有 到 台灣的各個角落去 好好欣賞它的美 然後通常我在 行程的 點對點的安排上 通常我們都是 找完自己想要去的景點之後 然後再開始找 民宿 那民宿的距離跟距離之間 花大部分會抓 120公里到180公里之間 就是你每天 必須要騎的這個里程數 然後如果你今天偷懶 比如說我今天只想騎個60公里就好啦 那相對上變成是 你之後的行程 你的距離就會拉長 那你在玩的行程上 就不會那麼的盡興 然後通常我們找完民宿啊 我們就會把民宿整個串起來 變成是主要的港島 那當然我們就會沿著這個主要的港島去找 比他近的景點 那當然因為相對上次你已經先排了 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其他景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 附近知名的景點 那當然你可以參考 就是網路上面人家分享的一些景點 那或是有些人自己也有 遊玩過道啊 你可以看一下說他們去過哪裡 那你就會說 你覺得很有趣 你有興趣 就把它排到裡面 那當然我們排了民宿 然後 以點對點的方式 然後再去安排他 這條主干島上面的景點以外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注意的是 尤其是在南回跟 發動的時候你要注意那個加油站的位置 就是當你比如說我今天要上南回的 那你要注意前一兩三的加油站在哪裡 那你上去的時候你才不會因為說 啊你可能要走南回的時候 你的油量不到半桶 結果你騎到一半沒有油了 那你就很尷尬 這條明明叫做老漢推車啊 你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懂 行程的安排 其實我們都有導航可以用 那我覺得我很推薦機車可以用的就是 手機的Google Mac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用電腦去安排行程 可是電腦上面其實並沒有 機車的模式 手機的就有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用手機 然後去安排行程 我覺得非常方便 而且Google的話 他會加入就是目前比如說 那邊有塞車 然後是有情況的部分 他會顯示 太奇怪 或是太危險的地方 千萬不要去 好 以上就是我 自己本人在安排 騎機車環島的時候會用的方式 那就推薦給大家 參考看看這樣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下一集的部分 我會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出去環島的時候 要帶什麼樣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是要帶 什麼東西不要帶 OK 像露西的話 就不要帶 千萬不要帶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很多 OK 下次來跟你說 掰掰 讓大家一起去 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